大家刚出的新的稳定器 DJI RS3 mini 好小啊 如影系列相机稳定器里面最小的包装了吧 服用毒系列 确实挺小啊 快装板 小东西可以见 就像一个手机稳定器一样 这个是人类早期手机稳定器 这个是现在的相机稳定器 这个重量握起来确实很轻啊 应该是所有如影稳定器里面自重最轻的吧 上一代和上上代都有1.1 1.2公斤的样子 这个只有0.8公斤 这里是手动走锁 自动走锁应该是没有了吧 它自重是0.8千克 但是据说能够载重2公斤啊 然后A7S3加上2470G是可以装上去的 我们来试一下 OK 现在是在50端 50端它是可以完美的驾驭 哇 可以啊 怎么动都不会打到目镜的 来一段机头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放到70端 已经是70端了 承载是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上下 有没有发现点头的问题 24端的话那照理来说 应该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重量其实不会觉得特别重啊 因为你会感觉它重量主要还是在相机上 闻器没有给它增加太多的重量 毕竟只有800多克吧 它这里用了一个彩色的触摸屏 这个操作非常的流畅 这一次RSI mini也是支持竖拍的 而且它不需要任何的配件 只需要拆掉这个连接件的一块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东西 拆掉了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直接跟竖着的这个轴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执行竖拍了 一样啊也是非常的自如 这个时候它这个轴的长度 依然可以避开所有的机身啊 另外大疆这个做工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这里全部都是金属的 手柄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严丝和红 那它的左侧还是留了这样一个接口啊 这样的话它可以兼RSI系列的那个提壶配件啊 就这个 只要往这里一装 拧紧就可以了 这个在低角度拍摄的时候非常好用啊 以前我们想要控制相机的快门 都要连一个快门线 那现在呢它是支持蓝牙快门的 这里已经搜到了我HS3的蓝牙 那至于你的相机支不支持呢 可以去官网看一下它的节容表 整个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出乎意料啊 这种小的文器用起来还是非常的轻巧啊 诶 忘记说价格了 它的价格呢是1999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超值的啊 毕竟它可以承载HS3加上2470G2这样一个组合 它的竖屏也非常的实用 你觉得怎么样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一定会帮忙的 如果跟文人感觉 就不要再放过去 我就是因为这种美国的 你会不会有没有什么也要 你现在不过来 你那么小时 我跟文人感觉 全面有什么 我都能想起来